大家好,我是伊布伊斯,Superman 今集就和大家说一下家居保险投保的细节和要注意的事项 和家居保险和保险有什么分别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 开始之前,请大家点赞我们的粉丝,我们的IG,我们的YouTube频道 请大家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事源关于这篇报导,在1月中的时候 在AXA Superman,在伊布伊斯的Fan Page 我们出了一个帖文 帮了客户由一个4000多元的纯保险 以一个800多元的家居保险去替代 帮他足足省了3000多元 这个帖文出了之后,很多网民都很关注 想了解一下家居保险的内容 我们去报价 今天就和大家拍一段影片 拍解一下大部分人关注的问题 首先,他们会关注什么呢? 他们就有订阅我们 就是说,其实什么叫结构保险呢? 它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另外,如果那个银行就没有叫他买火箱 他知道不应该要买的呢? 另外,就是如果他是一个村屋的或者房屋的 那那个报价是怎样做的呢? 有多少钱呢? 另外,在装修期间 现在疫情,大家都比较多关注 有空档前,可能还有装修 那装修期间,家居保险又包不包的呢? 好了,那我今天这段影片 我就分为七个项目 主要就是第一,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结构保险 第二,家居保险 包些什么? 那声明的你们 你们买籌保了些什么 有些什么保障内容,你们要知道 那另外,如果公园层屋 或者我住在公屋的 那我想买家居保险的 那另外就是呢 那个保费又怎样来给呢? 那特别之处就是 很多呢,住村屋的 和住家居的 都会问我们怎么去报价 那今天就和大家讲一下 怎么去报价 因为是特别之的 那另外就是呢 如果装修期间 家居保险呢 是保不保障的呢? 另外还有就是 现在现有了 我有份旧式的保单 究竟我住不住新的保障呢? 最后最后当然呢 是关于博尚的程序 怎样才可以赔得到呢? 好,第一件事 火险啦 其实火险呢 方间有很多名字的 可以叫做楼宇结构保险 或者楼宇全险保障 其实就通通都是一样的 那可以简单 你们想一下 一个家屋 由四支柱组成的 那支柱里面的财物呢 就是家居保险的保障 支柱外面包括天花啦 地下啦 牆壁啦 和呢 分落成的 膠楼的原装窗 原装柜 这些呢 就是楼宇结构保险的范围的 那楼宇结构保险呢 主要是 火灾啦 闪电啦 爆炸啦 山泥傾地 一些这样的风险的 那我们可以分享这个 这个新闻啦 就是呢 家中啦 那就发生意外啦 那啦 煤气爆炸 因此呢 整座大厦的外场呢 都受损啦 那这个受损呢 其实是楼宇结构保障范围之一来的 那一般呢 其实大家呢 作为业主啦 甚至好像我们这样呢 我们都是扭炉啦 那银行呢 做案子呢 他就要我们呢 去买这个火箭的 是强制要买的喔 但是他不一定要你跟他买的 只要你提交呢 就已经受捕的证明就OK啦 所以其实呢 大家呢 是有选择权去选你自己对的保障啦 那当然是选平靓靓啦 那 另外呢 就是火箭呢 就只是业主可以买的 那租客呢 就不会买火箭的 好了 那另外一件新闻呢 就关于呢 这个台风啦 山竹事件啦 就是几年前已发生的啦 那日出 日出 看城呢 张军路那里呢 刚刚交收楼嘛 那些枪大部分都是原装枪来的 那当时呢 这个台风呢 就你发到来了 那就令到那些枪呢 就爆了啦 那很简单啦 原装枪 刚才说过啦 就是呢 这个楼宇结构保险的范围 保障范围之一的 那如果他买了楼宇结构保险的 那就是后補啦 那另外呢 因为台风引致可能去家 家居里面的损失 譬如浸湿这个梳化的 那这些呢 就是家居保险的范围 那所以呢 其实呢 最安全呢 就是两样都买了 那另外呢 究竟怎样去弥定呢 那个枪呢 究竟是属于这个 结构保险啦 还是环石家居保险呢 刚才我说过啦 就是呢 如果呢 那个枪是原装枪的 那就是关于呢 这个楼宇结构保险的范围之一 之内的保障啦 另外如果那个枪呢 是曾经呢 啊 我的楼宁很久了 我做了个装修 我更换过 我改动过的 那这个呢 就是家居保险的范围之一 那但是最好最好 当然呢 就先问回保险公司啦 就是找我们公司去帮你们去 去分明清楚啦 因为呢 都存在一些灰色的地带的 那但是呢 我们大部分都会建议 其实家居保险和火险呢 你们一定要买卖的 因为根本上的功能都不同 好了 那讲一下呢 家居保险啦 就是这份保险 是补些什么啦 那其实呢 家居保险呢 是一个综合的保险来的 那是保障呢 家居里面的财物啦 例如我们的袋袋啊 我们的家电啊 我们的电话啊 电视机啊 贵重的物品啊 就是家屋里面的财物啦 甚至乎沙发啊 那些都是受保障的 那 那图保人呢 我们就会分不同的区别啦 你会见到呢 其实呢 我们的计划呢 通常一般呢 就看它的售保的保额的 就以75万为起标啦 那去到最高是2000万 甚至不再高些都可以是 特別报价的 那就按回呢 大家个家屋的面积去计算的 那特别之处要提醒大家呢 就是呢 因为呢 每样的物品呢 它都有一个上限的保额的 那如果呢 我家里面有些贵重的物品 譬如很多金器啊 我有一些很贵的钻石啊 或者我是 有一些收藏品啊 有古董啊 麻烦大家呢 真的要跟我们说声 然后要特别报价的 那才会受到保障的喔 另外呢 这个家居保险呢 除了刚刚刚才说 保障家居里面的财物之外呢 我们也都呢 会保障了第三者保险 其实第三者保险呢 才是最重要的一环 家居保险里面呢 就涵盖了 1000万的第三者保险啦 那如果呢 大家想提升了 那那个 1000万变成2000万呢 可以呢 加少少钱的 其实这个呢 是很重要的 那你就可以看看 这个新闻啦 那什么叫做第三者保险呢 就是呢 保障你啦 即是义主啦 义主的家人啦 或者甚至乎我请姐姐啦 那因为预外呢 导致呢 第三者呢 这个身体呢 受损啦 或者财物受损啦 那呢 这个赔偿压都很大的喔 不用忽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保险保障的 那我将这个保障呢 封离了 那我讲讲一个新闻啦 那呢 就是 就是 在新闻堡啦 那有一个女的铝箱 跌了下楼喔 那跌了下去啦 那一个赛档 那赛档里面呢 有个 有两个太太在选择 那就是呢 那就是呢 这个跌下来啦 你看到张照里面呢 有个窗啦 就是击中了她的头部啦 那令到她要联针啦 那就入医院啦 这些呢 就是第三者保障 因为你的铝箱跌下来啦 而引致第三者受伤啦 那这个业主呢 是要有责任的 那如果买了呢 这个这个 这个加多保里面 又必要有第三者保障呢 那这个业主就可以放心很多了 交给保险公司的赔偿啦 好另外呢 就是 除了这个铝箱之外啦 那有时候呢 可能我们交外有些位置要维修的 那譬如我要冷气机要维修啦 或者是我有些家电要维修的 那我请个师傅回来啦 那其实呢 原来那师傅去做事去受灯啦 或者甚至是严重点去堕楼啦 这些呢 业主是有责任的喔 那我又分享一个新闻呢 就是呢 在上一年的六月的时候啦 那在星寒门居呢 有个住户呢 他的冷气机呢 就坏了 那他就在街上呢 就抄下一个师傅的电话 那就call他上去啦 那就维修啦 那怎么知道呢 真是不幸的啦 那个师傅都有做了安全的措施 但是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 砰那样掉下楼啦 那最惨的是 走了 离开了死亡 那这个死亡个案的业主 其实呢 是有责任去赔上回 这个师傅的损失的 那所以呢 其实呢 这个第三者的责任 这个赔价是相当相当大的 那另外啦 保障里面呢 其中一个独特之处呢 有一个叫做 旁风暂地保险 那是什么来的呢 那就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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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囚保人呢 他就呢 有1500元一日的赔仓啦 那他赔仓1000元去住宿啦 500元就是善食啦 那就可以呢 譬如出去要住酒店出去吃饭 那总共因为每一个年度的保单呢 可以有9万元的 是的 那另外呢 就是呢 有网民就说啦 啊 我供完层楼 或者我是住公屋的 层楼就不是我的 那我需要买家居保险呢 那刚才也听了两个案例啦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 李昌这个飞堕落阿楼啦 那另外就是师傅仔 因为帮他做维修 而死亡这个第三者的赔仗啦 那你都知道 其实第三者的保障都很重要啦 那另外呢 有网民也都说啦 居屋的案件呢 有时呢 银行就说 我不需要我买保险的 因为呢 有时呢 整幢大厦呢 有个大厦的保险 那银行就不需要你买保险的 那但是呢 有时我都会建议客户呢 大家要想一下啦 如果发生第三者有事的时候 那究竟哪个是最后要负责呢 一定是业主啦 那有个案例 大家应该都常听的 就是呢 流上流水 因此呢 我做单位的天花倒塌 或者没有个单位流水 因至于楼下的单位的天花滲水 那上下业主就会拗手啦 一定都很难达成共识啦 都关乎这个赔偿钱有关的 那都会有机会呢 拗不备数 就去到法庭啦 那但是呢 如果呢 买了家居保险的业主 你们可以很放心啦 那你可以交给保险公司 去帮你全程去负责啦 去帮你找公正行啦 帮你找律师啦 那就是记得啦 那你们要知道 究竟呢 是我有责任 还是对方有责任啦 如果对方有责任的 我首先呢 就当然是 要索负对方那份保单啦 因为曾经索负过的保险单呢 有机会呢 都会是加保费的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呢 记得要30日内呢 通知你们的Agent 通知保险公司的 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之一来的 那另外呢 就是怎样去尼顶这个保费啦 最重要最重要呢 就是呢 你要界定清楚 清楚 你的角色 那你是究竟 你是业主是自主啊 你是业主出租啊 还是你是一个租客呢 那这三个类别呢 都会不同的喔 业主自住 和租客呢 基本上的plan呢 是一样的 不差得远 那但是如果呢 我是业主出租呢 那就会多了一些不同的东西 就是呢 个月主万一啦 因为一个意外而引誓 那个地方 无法居住 出租不了的 租金损失呢 都会有赔偿的 那但是呢 这个plan呢 的家居的保障 那个室内的财物呢 就不会说 好像 易用那麽多的 是的 那另外 报价虽知呢 那报价方面是怎样来的呢 刚才说过啦 要看回那个面積啦 看回你床大学的楼宁啦 和大学的类型 什麽叫类型呢 就是呢 究竟它是单栋的大厦 是村东 还是房子来的 那另外 楼宁呢 要特别呢 留意一下呢 因为呢 香港地方都有很多很多房子的 其实 超过30年的楼宁 都真的很多 但如果超过50年的楼宁呢 我们这一般呢 都会特别报价的 因为呢 公司都会查回 究竟它那个管理是怎样啦 是的 那我们就 需要找我们特别去报价的 那另外就是 楼宁越旧 华星链式越大的 那它的楼宁呢 都会越高的 什麽叫楼宁呢 楼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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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楼宁呢 譬如楼宁呢 都会有楼宁呢 如果呢 这些楼宁的楼宁呢 可能是5000元的楼宁的楼宁的楼宁呢 那另外呢 就是 你看到右边的图表呢 就是保费表了 那上面那个部分呢 就是说着 这个基本保费 就是家居保费了 那就会按回呢 你家居的那个面积 然后再选这个 Plan 1,2,3 那1,2,3 是代表着保障额 那Plan 1呢 就是保障75万的家居的保额 而2呢 就是100万 3呢 就是125万 那另外呢 下面下面那个呢 就叫楼宁保障 就是刚才我说过的火险 就是一样 你要把基本保费 基本的保费 再加上楼宁结构保费 那就是一个package 我打个例子 我选择Plan 3的 那我就是1200元 那另外呢 楼宁结构的保费 就是480元 那就是说我整套单 是1680元的 那另外呢 就是有些客人呢 他们买楼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车位的 那记得记得跟我们说 因为车位呢 都是要特别报价的 那另外呢 那很多客人呢 就会资深了 关于这个村录啦 独立洋房house啦 那究竟是怎样报价的呢 一般我们都会问他 你其实你那个单位呢 是单层啦 複式啦 还是整栋都是你的 那另外呢 有没有连天台啦 花圆啦 甚至温泳池呢 这些呢 都会令到 引致的保费分家的 还有呢 那座大厦的 村录是什么时候落成的呢 他有没有做过维修啊 外墙有没有油过油啊 有没有翻新过啊 那些水泡有没有换过啊 我们都会问得清楚一点的 还有另外 另外生坏的装修 什么时候做过啊 那当然啦 那这些呢 都是要特别报价啦 还有因为村录和这个house呢 的风险比较高一点的 一般的占底费呢 都会提高一点的 一般我见到呢 这单呢 都是五千澳 十个百分之左右 那当然啦 都是找回我们去特别报价啦 那你见到都是一样啦 又是分两种啦 一个是家居保险的保费 就是按摩尺寸啦 另外呢 就是结购保险的保费来的 那你身家呢 才是一套单的保费来的啊 那另外呢 有些客就说 哎呀我买了保险啦 但是发生事又赔不足啊 为什么呢 其实不是保险公司不赔给你 而是呢 你买单的时候 你有没有买足足够的保额啦 譬如啦 一个五百尺的单位 是用免责为例啦 那他买的 他明明呢 那个家居的财物呢 是值100万的 但是呢 他呢 只是买了75万 买了个Plan A Plan A 那也就是说 其实呢 他只是买了25万的喔 那所以呢 一旦事件发生的时候 那个财物呢 我当你损失了100万 保险公司呢 都只是赔回三分之二给你的 即是50万的 那另外呢 每一个物品呢 他都要有上限的价值的 那如果呢 譬如我家居里面 我有些金银珠寶 有些特别贵的东西呢 那麻烦你们告诉我们 我们会特别报价的 那看看呢 加多少的补费 去补了那个物品 好了 另外呢 有个有网民呢 就问了 如果装修期间呢 我份家居保险 究竟保不保呢 一般呢 家居保险呢 是 如果是装修期间呢 就会暂时保障的 那就小心一点 因为呢 装修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是 第三者保险啦 因为呢 如果 弄到别人啊 弄到楼下 譬如你做做做做做做做到 楼下弄到漏水 这些 真是天文数字来的 那 另外弄到 装修师傅 装修师傅都会问 业主去索償的喔 那所以呢 其实呢 一般呢 做家居装修的时候呢 师傅呢 都会叫业主呢 去买 一份 叫做装修保险 連勞保的 那 那记忆啦 如果呢 业主委托装修师傅去买 那 那记得问 装修师傅 拿一份副本啦 那就保障回业主的 或者其实业主呢 可以直接去 去自己去报价的 你可以找我们直接去报价啦 那另外 在一份呢 Esser的保障 家居保障呢 有个特别之处的喔 如果做一些小的工程呢 维修呢 如果牵涉 可能10万啦 到20万 那当然啦 要视乎你图保的家居保险 是哪份计划啦 那 都是会受到保障的喔 所以呢 其实呢 新的保障呢 是很好的 是漂亮很多的那些条款 那呢 有关索償的程序啦 那大家都很担心啦 如果呢 索償应该要怎么做啦 那第一啦 当然啦 就要通知我们啦 通知公司先啦 那通知我们 我们会告诉你 你发生这件事 究竟呢 和保单的内容 是不是保单内容的范围内呢 另外第二样东西啦 记住 你受伸的物品 你要拍照啦 甚至乎 可能流水 你拍视频的喔 你把所有东西 留回一些证据先 那还有呢 小卖的东西 不要丢掉了去 要保留的 那另外呢 可能有很多 很多东西是坏了的 那麻烦大家列明个清单啦 还有呢 帮忙找回 去购买时候的单据啦 若果啦 不幸运 被人爆结的 那如果你们呢 真的要报警啦 报警就有后宫纸 那麻烦把这些后宫纸给我们啦 那然后呢 就会填一个索償表格啦 那保险公司呢 很多时候呢 都会派这个公证刊下去 看一下自查考察的 那到时呢 我们都会同行啦 那另外呢 就是呢 如果呢 有时牵涉到第三者的 保障财务受损啦 例如这个漏水事件的 那呢 可能呢 会有一些叫做证件啦 往来啊 或者呢 法庭的办法那些 判状那些 那些等等的文件 你帮交给我们 我们呢 就再帮你去 申报回的 那记得记得 一条呢 很重要的条件就是 30日内 一定要呢 通知你的Agent 通知保险公司的 那另外呢 就是呢 如果 发生任何事 我们都不可以承认 那个 那个 确定那个责任 说服 交给保险公司去处理 也都不要做私了哦 不要私下去解决哦 交给保险公司 你们是受到保障的 那另外呢 有些客人呢 他们本身呢 有一个旧的保单 究竟要不要转新的保单 很简单 其实我们在行里面呢 其实都不断更新这些保障的 例如Evo 我都更新 为什么不选新的东西呢 难道你还在用2000年 2000年的Logia的电话 还是现在2022年的iPhone 13的智能手机呢 其实都已经是 要更新一下 预时并进了 因为呢 新的产品 一定有它的新的条款 是预时并进 那譬如我当初入行六年前 其实加坏保险的 起赔的保额呢 只是50万而已 那现在呢 就说的是75万啦 那都已经多了25万的了 你都知道现在 米价都贵了很多啦 所有东西都贵了 双收费也贵了 那另外呢 第三只保险 我那时候呢 只是500万而已 那现在呢 都是at least 都有送了1000万的第三只保障的 那所以呢 其实呢 你们都要呢 定期去审舍你们的保单啦 因为呢 其实更新了 对大家都是好的 因为条款更英俊啦 另外呢 如果家居呢 就多了一些贵重的物品呢 那可能呢 你的旧保单是没有涵盖的 那新的保单呢 都要去跟 去申报这件事 那你才可以受保障的喔 所以呢呢 其实呢 就真的要了解新的保单 再去决定旧的保单 更新的保单 好了 另外 我证明的你们呢 我给一些小提示大家啦 那如果呢 如果呢 你们呢 买一些贵重的物品啦 就算你申报了这个 这个 给保险公司呢 记得你们都保留单据啦 例如呢 最多最多客人呢 就是有些iPhone啊 电脑啊 到时负责的时候 就要找到 不过都很好啊 其实呢 Apple呢 你买东西呢 他全部都会email回一张单给你的 那所以呢 其实呢 你找一张单都没有难度的 但是可能有些 贵重的物品 例如那些叫做 很贵的 收藏品啦 有单据就最好了 如果没有单据的 保险公司他怎么赔呢 他就会去 有个公正啦 他再去判下 那件 那件 物品现在的价值是多少啦 好啦 有些情况呢 是不受保的喔 那最重要是不受保的 第一 就是呢 如果呢 我的单位 是还在谈着 拗着 有些索尚的个案在手 还没完成的 那这些呢 都是不能够投保家居保险的 那要搞清楚 所有东西 看 and clear 那就去投保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 如果单位空置 连续60日以上呢 那这些都是不受保的 因为你不是义主嘛 你没有在家 你没有在家 除了特别情况啦 那可以跟我们去申报的 那另外正常的选号啦 还有第四啦 就是非法的结构 什么叫非法结构呢 例如前建这些啦 那第二就最简单啦 战争啊 叛乱啊 暴恋啊 这些一般呢 所有保单都是不会 不会受保的了 好啦 那家居保险呢 其实呢 都有很多的小知识的 那每个 每个单位啊 个别呢 都会有不同的问题的 那可以呢 DM我们 跟你谈一下啦 还有呢 要报价的 或者呢 有些什么疑问呢 随便找我们啦 那我们帮你去处理的 那这集就这么多啦 那下集再见 Thank you 拜拜